能夠勝出呢 閃電郎的新隊列 中路跟全國的兌換 到底能不能夠打出戰果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在之前的比賽 閃電郎其實就是想要採取穩紮穩打 那這樣就變成說 有一線崩掉的話 請大家現在沒有辦法支援 那要不要嘗試看看 比較激進一點 對 激進一點 快推 或者是怎麼樣 讓對方措手不及 這樣的話或許會不會讓這個比賽有一些劣勢的話 就這樣默默的帶到後期 手長的對打 第一回合 瑪雅零的Chuck 成功的丟到QG 盲騰這裡小扣了一點連血 再一標 沒中 盲騰距離夠遠 所以Chuck 選擇不出手 這麼遠的距離 雖然你的攻擊距離有到這麼長 但速度太慢 盲騰是可以刪掉的 而且他那個 彈三到四下之後 其實這張距離會越來越短 對 艾德里挑起的鋼管 感覺就要被Cue了 看看李欣一直在旁邊等著 如果說有太邊邊的狀況 也可以去下 下下的 但是也只能下下的 實際上應該是不會有結果 對 下完之後 已經就這麼樣了 Jungle 我猶爾 Q1中囉 看到我看到尼優 就一個Q 偵查到尼優了 尼優 閃電腦尼優對付我 瑪雅零是不錯的判斷 主要還是因為 雷格爾對抗尼優的能力是偏弱的 這剛剛這個時候真的很有趣耶 以為有很多 我只看到尼優 這個ED的時候 好吧 那我插完也再走 這樣子的話 如果被對方料到之後 看一下說 這樣以目前為止 瑪雅零優看來是沒有要 就是 就是跟著對方換 沒有 其實剛才都還來得及 但是沒有這個打算 是因為 什麼樣的原因呢 也希望能夠壓制鱷魚嗎 出一標 藍buff 真的是 被瘋狂辱蕭啊 鱷魚的血量有點偏低 重擊是 重擊是重贏哦 沒有問題哦 因為這裡是沒有 另外一隻 Jungle在 只要不要過 找重擊以後 留一滴血被對方打掉呢 重擊是 都不會出意外 這樣強迫自己去扛 這個 雙人線 剛剛有一個小優勢 就是 他們已經把 這個 牛排的血點 光了哦 這樣的話 勢必要 逼大家回家 那這樣就讓他 少一波兵哦 這個時候 呃 再把 這 底下的這一波 一波兵在 在清掉的狀況 一下子 會讓牛排 燒了很多 經驗 小小的一個 危險性 開始 對 閃電郎來說 有一個 呃 一分鐘後的 危險性 當 李星吃完 雙buff之後呢 三波兵 堆進塔的 瞬間 牛排 一等的 鱷魚在塔下 如果 受到 三個人 我又 待不 這個畫面 最近已經比較少發生 但這一局 是有可能的 對 以這一局來說 是 是有可能的 現在如果 再去 擦 野 哇 那這個 繞 繞的這個 比 原來 不 阿兵沒堆好 哈哈哈哈 這個 瑪雅 林 是 清兵了 手腳太快 還是怎麼 你呢 兵其實是沒有堆好的 有一些兵先接觸到塔爆掉 散播 現在 趕到 其實 前面的那一波之類 李星跑回來上了 李星跑回來上路 也有 Refriend在裡 跟李星 哇 慢了一步 被李星先看到了 有點危險隊友有辦法嗎 隊友趕上了資源 李星倒地 變成了 VIRST BLOOD 而且噴掉了雙BUFF 噢 這個 資源是很快 可以看到說 這個 NL 跟 蛇蛇 就是 直到進去了 那他NL已經拿到了雙BUFF 這太快樂的一個開局 也太棒了 他看到就是 那個 洞洞已經進去了 瞬間 就 完全 不管 兵了 而且 我覺得那個 那個時候 可能 這個 雷哥還不知道 已經打起來了 那 對於上前 小轉一下 然後 轉一下 血量 還有 Hold住 吃兵術也跟這個 雷哥一樣 那 剛剛那個死亡 其實給 這個 瑪莎麟來講 是 蠻大 蠻大的 這個 吃虧 壓力非常大 好 在這種 地方 噴了 雙BUFF 加上 兩個 擊殺 的話呢 代表你的上路崩潰速度會很快 而且接下來 蜘蛛 是可以很輕鬆的進到 要離心 也許 離心 失去的雙BUFF 雖然雙BUFF 時間也快到了 但是 因為 蜘蛛是 藍起 藍起 吃虹的話 虹BUFF還可以再撐一下下 這時候是可以進 或者是 GANK 牛排在 GANK來到下落之前 牛排的血量已經 被打 然後快沒有了 所以 加上 河道有野 所以這一波效的 GANK 是 沒有發生 我覺得 雷克可能 就會陷入一個 危機 剛剛就提到說 先被擊殺的時候 再送雙BUFF 那 這樣子的話 如果就是要講說 趕快我們把塔推掉 再換回來 再換回來的話 然後利用優勢 再繼續吃一條龍 因為 在 紅方這邊 利用的 劣勢就是 你下面是一個人 不是兩個人 我們 說很少 紅方會 利用 就是因為 下面這隻龍的問題 那上面今年有取到 這麼大的優勢的話 那 荷布 就 快推 把它 換回來 剛好 可以再補這條龍的 這個 經濟 下面很虛 嗎 呵呵呵 不是 因為確實 你剛才講到的是 是一個 非常正確的觀念 就是 紅方利用 這個地方要承受風險 但 凱特 在凱特 你拿到雙BUFF的重要性 你看看 他直接 往之前跳之後呢 交閃線就是要點死這雷格 不過雷格 也只是選擇 交閃線拉開了 而且他這樣還有一個優勢就是 他會逼迫 李星來到 上路 那 如果說 回家的時候 又騙到李星來上路的話 那剛好就是 就是 天死第一人 我就是 直接就可以開龍了 覺得 在整個地球上呢 我最不願意看到 Jungle一開始送到雙BUFF的角色 就是 凱特 雷 他的 普攻距離有650 對 那 在 所有拿紅BUFF的角色 初期被拿紅BUFF的角色裡面的 這一位 普攻距離有650的人 他可以 最大限度的 濫用紅BUFF的 真的是 上海 真的是很可怕 而且你可以看到說 他們就是 也不是說 故意要把這個 塔給點掉 他們其實 但是 NML的做法就是 讓 自己家小屏 被打死 被塔消耗掉 對 被塔消耗掉 而且 那個塔 這個對方塔的這個血量 也會慢慢的減低 雷哥在 逆EU的時候 真的很 很弱 因為沒有草叢可以 第一個沒有草 第二個沒有東西給你 擠 殘虐 那個塔要爆了 沒有東西給你擠殘虐 也是非常糟糕的 雷哥的整個體系 整個輸出 整個能力 全部都依賴他的殘虐值 當在 兵被推進塔下 被二打一 然後被推進塔下的時候 雷哥能做的事情就只有 用那個一丟那個 丟那個叫什麼 丟那個鏈錘 所以混煉 丟那個鏈錘 丟一下 然後CD超久 你看他殘虐值永遠擠不起來 就如果他一個人在塔下抗兩人 那殘虐值永遠擠不起來 現在閃亮是 把這個 AD掉下路 然後 什麼什麼什麼 跟著來到中路 最後就是 這兩個一起走 這兩個 稍微一起游走一下下 然後 一方面是 龍戀已經清掉 好一方面 二方面是 看你有沒有機會 逮你一個中路 抓到的話 他就 就 轉轉轉轉轉 喔 沒看到 希格斯 這 大意了 好 phase check的過程中 先中 蜘蛛絲的榜蛇 使得最大限度的 讓 蜘蛛絲的榜 時間 完全到了之後 才讓水球 到位 把希格斯抬起來 這 控場的時間 是達到了 最大化的利用 對 那把中路解決之後 那應該就可以拿龍了 沒有 絕對只吃龍 閃電狼 節奏順調中 哎呀 原來 這個 看來 女飛的 Jungle 好像 給隊友 比較大的信息 或者是 這一場 其實 其實我覺得 那個 有些運氣的成分 一開始 那個時候 上路 其實 如果 雷哥 先來幫李星 的話 那其實 也 有一點點運氣的成分 不過其實還好 就是說 假設蜘蛛先 先被 雷哥 跟李星 兩個人 圍毆的時候呢 當時的小兵 先蜘蛛 是可以 掉起來 然後 撲 那個塔下的小兵 是有機會的 可以撲回去 也許走得掉 但是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優勢 那個 雙buff 再加上 是掉在凱特林頭上 然後秒爆上塔之後 這邊 逮了 西格斯 殺人 再吃一條龍 那 至此 閃電郎的優勢 其實 以現在的8分鐘來說 這個優勢很大 我給 80分內 或是 80分 而且現在就是可以看到說 牛排已經把他掉到上路 那4D會推 然後 那就要看一下說 Mountain這邊 應該是要把他掩布到對方的這個 蘭大夫那邊 而這個 東東也要開始往這邊去進 因為 你讓牛排先把線帶進去 那一定會逼得這個 李星會出 對 李星或者是西格斯過去 那如果趁這個時候 剛好是 趁 盛頭上 再去多 多抓幾顆頭的話 那這樣對於成亮 來講 也做到優勢了 那這樣子 把中路 把這個 在野區中 把這個 對方 擊殺掉 那又可以再帶一次中路的兵線 或者說 讓牛排可以帶到二塔 那 剛才 雙方的 搏火中的 目標選擇 都是 這個真的是很細微的操作 就是他 他其實不是 一直點的同意之一 他一邊 沒點一下以後 先會喬走位 喬走位之後 會去選 他覺得這個時候 這一發打在AD身上 然後稍微把AD逼退一點 不要讓他一直追著我的輔助 因為你被點到頭 你一定就會有後退的動作 尤其是在自己塔下 後面就是靠閃 所以剛才那個是 是很微妙的 他的目標轉換 然後 來回的點 其實有 有保到自己的 輔助 然後呢 同時呢 都是 瑪雅麟的下路在單方面的承受傷害 可以看到說 李星選的下路 那剛好穿這個時候 就 直接傳回家 那這樣的話 其實他的Gang就會完全死掉 把小兵 把小兵一口氣砸光 想的很多 只是說 這個外台有可能會 不保 那這樣的話 真的要看說 鱷魚跟這個 EDC 有辦法在中上 再多抓一些優勢 鱷魚跟這個 建議 那邊 這位 有 那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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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也没有龙了 那下面把兵线带出去之后是 哇绑到 我的位置上面 哇真的要打 Oh my god 他把他给杀啦 不过 看起来 蜘蛛一波打出来的伤害 还是有一定就是算的蛮准 再加上那个红buff的燃烧 最后石头人 倒在中路 那这样子 有眼喔 有眼被看到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围攻这个欧巴马了 但是这个塔掉 掉的状况底下 应该也不会推 泰斯怎么还没有退呢 被闪现硬绑之后呢 再收到狙击 这狙击有时候人挡住了 等纳米的水球下来 是逼出了路线的闪现 嗯 拉开 虽然说刚刚在这个自己家一塔被击杀了 但目前为止处理的都还不错 那就要看说 之后的状况 能不能这样持续下去 上面这边其实也可以看到说 牛排是 呃 吃兵数也是一样 那没关系 反正没有吃兵没有输 那牛排就没输 反正他在后面还是非常有大的影响力 那在中路的部分 其实已经 呃 怒压二十之兵了 有可能 这个可能是因为 蜘蛛在前期太活跃的关系 那这样的话 对于中路的奈德利也是OK 那现在就是说 刚好集合了下路的AD组合 来到中路再继续推坐 他在逼的对方有一两只来中路 那在 如果在这个 蜘蛛可以再施展 也是跟前一只一样 dive 这个深dive 的话 那其实这一盘 对闪电压来讲 应该是蛮稳的 在这时间点上面呢 离小龙还非常遥远 所以你会看到 闪电压把三外塔推掉之后呢 现在又由于缺乏眼睛的关系 所以不能把兵线推到深处去打二塔 只能再多带一只兵线 或者是趁着牛排 有没有办法抓 让两个人去抓他 才有可能开启会战 看起来只逼到了 闪电压的中塔下 而我们前面也讲过 奈德利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很难施展 非常非常难施展 这种局面 可是 马牙烈鹰却退了 刚刚是在没有NL的状况 在有NL状况的底下 就没有办法这样推 那刚刚是有机会可以继续推一波 等到凯特林慢慢来到中路 再拉掉也OK 那现在回去代表说 你可能要回去补撞或底线 那刚好这个时候龙就会生 那就会变成说 龙又会再落入三天两个手掌 我觉得一波差不多 我觉得刚才第二波是太奇怪了一点 龙已经生了 要小心要拉远一点 要不然人家一撞四个人 那就没有救了 没有闪现 结果李星Q1Q2进来 并没有能够重击到这条龙 是被Refrain给守了下来 龙不见了 李星也不见了 状况下石头轮 这一撞进来 其实后面的队友 没有能够跟上做出大量的输出 结果导致现在是以零换三流排 开启了大角 以后往前一压 这晕晕到了露西恩 以后露西恩 被后面的NL一个QG给狙杀了 哇 这样一连串非常非常赚 而且刚刚Mountain还故意往下面走一些 他其实没有被抓到 其实也占了蛮大的一个关键 就是李星一下来就马上被他给击杀掉 没有办法让队友做出更多的伤害 刚刚这个时候 我们终于去了睡觉间 发现后面李星已经死了 其实没有后面的奥远 其实没有后面的奥远 那么现在上路有非常多的冰牛排 从后面绕出来以后 应该是要把这一群龙给 这一群小冰牛 这一群龙 这一群龙 好大一群 好那么 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 因为闪电狼的优势是非常巨大的 在这种状况下呢 可以开始 就是推兵线以后 然后开始接触二塔 那刚才讲的其实 关键还是会回到刚才讲过的 视野的问题 闪电狼的 装备有点满 像凯特林现在 身上全满的状况下 你不可能期待他去埋眼 那为什么会有一罐蓝水 他是为了不想埋眼 所以买一罐蓝水 把格子塞起来 应该 没有 有这么缺魔 开腿 很少看到这样 他其实在前面 抓到 抓到Q 而且拿到双buff 之后 他其实一路上 就是 他已经502了 对啊 安安碎碎 现在其实战略目标 可能就是要 逼向大概这个 中间的中二塔 因为是相对于 上下外塔的话 呃 中间的战略价值 比较高 而且 你可以看到说 蛇蛇椅 一直慢慢地把眼 开始布进去哦 就是 以现在说 一个人只能擦三只眼的状况底下 你这样子 一人帮忙补一下 下 当然上路会给牛排 更多的空间去推兵 那在中路的部分呢 就一路就有压进去啦 反正你们现在有这个 无敌强poke角的奈德利 那可以看到凯特林 刚刚也就直接就丢打 他不是要把他打死 就是 逼腿 逼腿就够了 没错 压血就可以点塔 赤龙也是像这样 压血就可以赤龙 压血就可以点塔 压到了 没有问题 这一标 角度很刁针 压到两只对面就回家 那这样可能就一路压到底 对 这应该是 没有机会 小兵要过来了 那 因为Mountain的位置 对方没有办法抓他 所以他现在就是不断的出标 对方也是很痛苦 那Nero只要 反复点塔 小兵进来了 这一波进来 再点塔 应该再见 来不及了 对 那同时间 牛排也在上路点得非常快乐 因为没有人理他的一个被迫要守中路的状况底下 那这样子刚好就可以让三浪就是由中转上 那再一波再把中二塔给点掉 没错 如法炮制 同样的事情 一二三四 再来一次 再一次 Nero其实也很聪明啦 就直接想把兵线推出去 再推个两波兵回家 刚好又会和队友准备来打 这个 应该巴龙这边可以准备BAT一下 我还是觉得呢 马亚烈应该中推那一波 选择放手不推是很亏的 至少 至少可以点一波啊 那一波就是Nero明明就不在 对方四个压对方三个弹 然后还 对方也没有很强的强开机 结果 对方会怕你撞进来 所以 结果你还跑掉 对 结果这样子压进去之后 就所有人就要受伤了 重新 再加補过装备以后再出发 看一下各线路的装备 上路牛排的鳄鱼 一个海神斧 一把一剑做到一半的活斗 重路的部分 奈德利 张培加大胖 下路的ADNL 凯特林 嗜血闪电刀 加一根十字搞 可能是要直接耳鱼 这一个人没有出这个 AE或者直接耳鱼都可以 没错应该是要出耳鱼 我觉得是直接耳鱼 而且还有个重点就是说 可以看到雷格尔的出装 全防装 这就代表说 他没有办法 直接跟着石头人到后排 抓整个Carry 那 我自己玩这个雷格尔的朋友都说 如果出到防装 其实雷格尔本身就是已经 半废掉了 除非你能搭配奥利安娜的大绝 这样捲到一些人进来 要不然这样就是一个大型的肉块 就冲进去砍两下缓到了 就变成说只有CC的功能 没有攻击的功能 在比赛中的时候 常看到雷格尔用坦型的方式 可是你第一个经济不能太落后 第二个你上去呢 你一定要能够 让对方的AD是零输出 至少输出 全部都只能打在你身上 通常都是 先会有一两件攻击之后 后面才慢慢build防装 问题是一开始就build防装 就代表说 你没有办法给对方AD 可是他棋手就是一场悲剧 如果回想这一场 他也只好这样 等一下 如果再出了耳鱼的话 那可能就完全没有办法打 那就只能看TG有没有办法 再一次的撞到三四只 同时间里心要再神T 一个回来给西格尔 被点爆的瞬间 TG没有找到点 可以出大绝 本来被水球了一下 纳米的海啸方向非常正确 越生一滴血的石头人 拿大绝烙跑 狙击师竟然被AD挡了下来 反而更加残血 油牌一直在上路喔 那就变成说现在队友 其实四打四甚至四打五都 因为经过Poke的关系 几乎都没有问题的状况底下 他其实一直奉行的这个 上路唯一的这个指令就是 推掉所有东西 因为如果是队友都还蛮OK的状况底下 不太需要去吸牙线 帮忙除了吃龙或巴龙以外 奈德利变成真青野怪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然后跳了下去 透过奈德利的岸上标枪 刚刚的闪电呢应该是可以把这条龙吃掉 刚出生十秒钟不到就被秒 希格斯丢了一颗大炸弹没炸到 今天兵线也是对闪电量非常非常有利喔 就是下面带进去 而且现在KK耐德利并没有要回家 所以必须还是要依赖着他的这个 中间还是要先抵挡一下 不要让对方有技可声可以继续来推逃 那雷格尔的部分呢就 其实他也不能做什么 其实他现在目标也已经打不贏二鱼了 就是也只能 看怎么走就怎么走 看对方跑掉跟对方拼 跟这个队友拼一下 他其实已经只剩下这样子的功能 今天好像其实 还是恢复一个比较稳的节奏 我感觉 求胜的欲望很高 就是 绝不冒进 这其实就跟TPM来像 就是一定要是三线兵线都进去 他才敢去做进一波的攻击 现在其实21分钟领先 一万一千块的经济 是可以有本钱打比较再重一点点 就是 不过他们没有抢开脚也是一个事实 对 那就变成说 而且他们现在其实抢开脚一波 一波被对方反打成功的话 那这样其实也是大不妙 上塔快要推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闪电狼 除了鳄鱼在下路分推之外呢 其他人全部都聚集在上塔前面 事实上这个跟一座已经爆掉的塔 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小兵进来点两下爆掉 爆 在这一瞬间想要硬开 娜米的海啸 好像是有miss的状况 我看起来没有打到什么东西 但是因为Mountain没有人要理他的关系 他完全是用暴行在人群中输出 而且NL就是从头点到尾 聚集上去 Choker再见了 鳄鱼也已经从下路赶了进来 参加了这场会战的尾声 于是一口气清掉四个人之后 哇NL好凶啊 他还往前跳 然后逼出对方路线的闪现 这是扬眉吐气的意思就对了 终于可以 老老子闷的三周狼 终于可以这样一直点一直点 七座塔的一座塔 由于闪电狼推掉了冰影 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12比1 现在回去当然就是巴龙的布局啦 那以现在马来列印的状况来讲 也很难去抢 可是巴龙可以看到说 在红色方的眼睛幾乎就是差满满喔 这其实就是 呃 我们想要看到的闪电狼的部分 前面几次比赛就是因为 呃 Jungle没有办法做出很好的视野 或者很好的这个 呃 帮忙而导致说 在野区上面的眼睛落后太多 然后就会被对方毒气 然后各种 就变成各种dive 各种悲剧喔 那变成说在线上打都没有用 但是今天东东给我们看到的是 另一种不一样的风貌 他其实三级就 满赌上路而且赌成功了 那这样就一路就很顺 就是路芯对方 是的 不管说是沙龙还是取投都是很好 哇 又一次的试图facecheck 李芯想要利用机动性插演过强 连半都办不到 惨死当场 路芯也中了一标 于是呢 死了 李芯又中了一标的状况下 閃电阑果断开巴隆 没有任何的危险性 这感觉是非常稳 这要看一下说西格是有没有办法用大爵抢的 因为现在是有看到 唯一的希望就是西格死人 然后他就真的是用大爵偷到了巴隆 哇 reframe你帅一整场 这个一个十足成千古看 那变成说这一场的剪辑会剪这个 不会剪你前面杀到人 太难过了 哎呀 虽然闪电狼还是占优势 闪电狼还是 还是可以有八成胜面 没有问题 只是 这一波就是成为了 怎么说呢 闪电狼第一名一九完美一场的一个 一个小派的 很难过 对 这个就算是 有对方有巴隆buff打 是应该也是不太会输啦 只要是有poke到 就应该是不会 因为赢一万四 巴隆顶多五千 所以我还赢一九千 是没有问题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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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很难过 而且 刚说完 就中这件事情 也是满悲惨 对我们才刚讲完 这个对面里 已经死了 然后 又逼退了露西 这个八九不离死啊 这完全 不会被偷蹦就不见了 话都讲不完 所以现在 巴隆被偷了之后呢 只要回家再补 虽然说 应该没有什么 多少钱可以补啦 应该是把眼睛跟水补一补之后 再出来 要真的是要开始 先看能不能多poke了 就是 没有办法是 poke到两枪就直接上了 对于闪电狼来讲 那 现在看起来上塔的 水晶兵 上面的水晶兵 已经爆了 先中转下 下面还是叫牛排 一个人 慢慢的去做进攻 其他人其实躲在野区里面的 烙单也是蛮不错的 只是 以现在目前维持的状况 我觉得马来雷 应该是 不太会出来 不 可是 说真的不出来 就 也再也没有那么希望呢 看这个雪球 原来是 重击下去以后 还剩一滴血 然后被 大卷给砸到 雷哥也做到了 就是 至少有 有那个 牵制住队吧 一个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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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到神雷浪是直接带下路 那上路给小兵推就可以了 只要小心 不要被 TG这个 神来一撞 那 以凱特林手上的优势 应该是可以 慢慢的点光光 这加上中路 再加上上路兵营的 爆 已经爆掉了 然后上路超级小兵的优势 然后中路其实 牛派也在带中路的兵线 这闪电狼其实完全 只要保持 不过不失 换句话说就保持现在这个局 你会发现闪电狼 保中了路西恩 太棒子了 这再飙 又现在飙中了 李星太棒了 然后所有人都站在这边等 那个超级小兵进来 然后超级小兵就进去了 然后雷格尔就没空 雷格尔虚没空 然后凱特林就点塔 冰蜜塔的爆 冰蜜塔爆呢 冰蜜就会爆 那下面爆就跟他说 现在开始要撞了 只撞了纳米啊 只撞了纳米的话 就有点尴尬 纳米死前舍舍 还是把海啸给丢了出来 然后造成了大量的控场之后呢 希格斯这番大灾弹 确实是有他的威力在 但仍然就保不住冰蜜 再怎么说都没有办法 扛对对方的这样子的火力上去 哇 李星是一度企图硬上 但仍然在硬踢的过程中 被凱特林给点死了 我现在点三下 李星就死掉的状况底下 其实要抓的 刚刚那些有点冒险 他现在已经 伤害已经是 呃 我们有说过普攻王凯特林 只要让他出到一定的伤害 那真的就是A for win 他刚刚其实什么都没做 就从头到头看谁来就点谁而已 嗯 那两座兵硬的话 闪电然后胜券 在握算是胜券在握了 这时候鞋补一补 然后等到纳米已经活了 没有问题 所以全部一起走出来就可以了 他本来想要追凯特林 准备想要追奈德利 側向杀 很想杀出一个凯特林之后 就吓到不行快跑 那 Mountain其实这次玩 今天玩奈德利 也玩得非常的不错 他其实也是 知道说对方也在哪里 就躲在那个黑的地方 一直有中标 让马尼亚列印的这个AD 我刚刚看到AD跟这个Jungle 只要中一标 就必须半血要回家 那他其实在开战前 他其实也丢两三标 都有命中 那一命中的话 对于闪电量来讲 就是金上天花 以及就是可以准备开始开打 现在又带上路兵 因为下边一推掉 但上边就升了 有牛排领先 那做先锋还是先 推个上路兵 而Nail跟Refrain 也都在往上路集合中 冬冬又会不会血池 然后3029 还有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应该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应该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我认为 因为剩下两分钟 那么这两分钟 其实只要把上边推掉 会战打完 那就结束 那Nail的距离有点稍远 如果第二次再被弄掉的话 那就很不好看 所以其实也不要打 不会怎么样 其实也不会啦 如果第二次再掉巴隆呢 那就是 我们终于找到了 第一 沙斯盖的继承人 就是以后就叫做 他东东啦 他东东啦 吃完了自己 南Buff过来 奈德利 选择绕过 南Buff的 视线死角再走进来 当然其实他是 可以用奈德利跳墙 他 好吧 不要追加了Buff NO 我知道为什么他刚才不跳 南Buff那个墙 因为他雷文有阴影 哈哈 没有没有 他不是最高气质 好 那么 展开的会战 其实没有什么悬念 你会看到李星进去以后 被打死在裡面 希克斯想要逃蜘蛛硬上塔內把他給殺掉 主席人殘血逃到溫泉裡面 有被飆到 殘血他們可以勉強成為倖存者 要不要乾脆直接在溫泉前面跳舞 該是結束了 只想要比賽 我記得那個 進入寶石人是那個誰啊 跳三次還是四次